同学们好,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项目最后一个功能模块了 就是一个意见反馈 在意见反馈这个页面呢 我们可以对图片进行一个上传 然后把它保存到我们的一个意见反馈的表里面 我们先把这个页面我们先给它画出来 我们先去新建一个页面 新建页面我们叫Feedback 我们创建 创建完成之后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意见反馈的页面 然后我们需要在个人中心 我们去打开这个页面 打开的话我们直接在这里去给它写一个点击事件 我们就叫Feedback 然后呢我们去写它的方法 我们是不是把上面这个我们给它拿下来 然后这个页面呢我们就叫Feedback 我们这样就可以跳到我们的意见反馈页面了 进来之后我们这个页面都有什么内容呢 我们会有一个文本输入框 下面呢会有一个图片选择的小空间 最后是一个确认提交的按钮 我们就快速的去把我们的布局 我们给它画出来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首先最上面我们会有一个标题 我们叫一键反馈 然后下面呢我们会有一个输入框 这里面是个Text Area 按Placeholder里面我们输入点内容 请请输入您要反馈的问题 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标题 这个是什么呢 反馈图片 我们给它加一个分号 最后是我们选择和展示图片的一个地方 我们随便先给它加一个类名 叫FeedbackImageBooks 好我们先写个两个文字图片 然后我们把它的样式呢 我们去给它搞一下 首先先是我们的标题 FeedbackTitle Title呢我们给它一个字体大小 FoundSense 我们是14px 然后给它加一个Margin 上下呢我们全都是15px MarginBottom 我们给它改成0 最后我们给它一个Color 我们挤666 然后下面呢 我们去写一个FeedContent 我们也是给它加一个Margin 左右上下全是15px Padding呢我们给它一个10px 之后BoxCeed 我们给它设置一下 BorderBox 然后给它一个1px的边线 我们用111Solid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内容就已经出来了 出来之后我们要去给我们的TextArea 我们去给它设置点样式 先给它一个类名 我们叫FeedText 我们给它加点样式 首先我们肯定是要把它的字体大小 我们给它调小一点 然后宽度呢我们是100% 高度呢我们给它一个100px 来保存 那我们上面这个区域其实就已经处理好了 然后下面反汇图片呢是一个九宫格的图片展示 那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的布局其实也很简单 只要把我们的元素给它写好就可以 可以很方便的去完成我们的布局 首先我们先截几个静态的出来 先给它最外层呢 给它包一层叫Feedback image-atom 我们这是一个子元素 然后里面呢 里面我们会有一个什么内容呢 我们会有一个图片 图片我们给它一个image-focus 然后这里面我们放一个image 就用UniApp的logo 然后Mode呢 我们还是显示短边 然后这是我们一个图片的显示 那我们就给它多复制两个三个四个 我们给它四个我们看一下 它完全是没有样式的 所以我们去把它的样式给它搞一下 那么其实它的样式呢 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就直接把它写出来就行 Feedback image-box 我们最外层呢 首先让它有一个flex布局 flex布局呢 我们要让它的wap 给它加一个换行 puddy呢 我们给它一个10px 这是我们最外层 图片的最外层 里面会有一个Feedback image-item 我们给它一个宽度 我们是33.3% 我们让一行嘛 有三个显示 所以我们给它设置这么一个宽度 最好我们给它加一个position 一个相对定位 relective 相对定位 然后高度呢 我们给它设置称0 为什么要设置称0呢 是因为我们要让最外层呢 它成一个方形的显示 我们的宽度呢 是33% 那么我们想把它高度撑开呢 加一个puddytop 是33.33% 让我们的puddytop 给我们的宽度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加个box season 然后borderbox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显示一个方形的内容 然后我们加一个border epx红色 我们看一下 那没显示出来 我们看一下 是因为这个地方 看是不是有单词拼写错误 那这里呢 我们丢了一个d 那我们把下面呢 全都给它替换一下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四个呢 其实就已经是方形显示的了 那么我们还要继续对它去进行一个处理 我们的布局呢 肯定是要被顶下来的 所以我们要去给谁呢 给imagebox做一些处理 那么给它先加一个flex布局 然后我们让它里面的内容 全都是居中的 最后我们去给它加一个absolute 给它们一个绝对定位 top我们给它一个5px 让它去撑出一点距离 5px bottom呢 也是5px left我们也给它一个5px 然后我们去给它加一个epx 紧一一一的边线 solid 而且我们还要给它加一个圆角 让它看起来稍微圆化一点 不那么生硬 然后呢 我们加个overflowhead 给我们的图片一处隐藏 最后就是我们图片的内容 我们让它有一个宽高 都是100% 那我们其实把上面的红色删掉 现在来看我们的布局 这样是不是就已经正常显示我们的内容了 在我们选中图片之后呢 我们希望图片的右上角 有一个小插号 所以我们要去把这个内容给它做一下 而且我们图片可以选择 选择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给它关掉 所以我们就把其余的这几个 我们先给它删掉 我们只留下一个就行 那我们在这个位置 去给它加一个元素 我们就要close-icon 然后下面呢放一个uni-icon tap呢我们就要close 给它一个18的大小 color 好我们给它一个白色 然后我们对这个内容 需要去给它进行一个处理 我们回到下面 在什么位置呢 在image box上面 我们去处理一下这个小插号的钥匙 DisplayFlex 让我们水平呢 和垂直方向都有一个居中 然后去给它做一个定位 定位呢 我们也是Absolute 我们让它Rate是0 Top呢我们也给它一个0 然后宽高 我们都是22PS BowderRadius 我们50% 让它有一个圆形 最后就是给它加一个background的color 是什么呢 我们用gf5a5f 我们使用这么一个红色 所以index我们给它一个2 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就已经有个小插号了 那么这是我们选择完图片之后 是这么显身 那么选择之前呢 我们这后面会有一个加号 所以说我们需要给它单独的去做一个加号 那么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一个下来之后呢 里边的内容 其实我们都可以给它干掉了 我们只留一个imagebox 这个地方image我们就不需要了 我们用什么呢 我们用一个图标代替 用一个加号的图标 用plus size呢 大一点 我们给它一个50 然后color是一个灰色 紧一一一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就有一个加号了 那么逻辑呢 我们先不去处理 我们先把整个音乐的布局 先给它去完成 最后有一个按钮 我们再把按钮给它加上 我们的布局就OK了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给它一个button button的type 我们给它改一下 我们叫pamory 然后里面呢 给它写一个文字 叫提交反馈意见 然后我们去加个类 我们去给它改一下它的样式 那在最后面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去写 我们的样式了 margin 上下0 左右我们15px 然后它给它一个by-brand color 我们使用$mk base color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页面呢 就已经给它布局完成了 咱们打开 我们下车要